凌珠一定歪去了皇娘的旨意 凌珠的胆子太大 竟敢私自对你用心 朕一定不会饶过她的 皇上 其实皇上回来 应该先放下手中所有的事 去给太后娘娘请安 皇上也要帮小婉 向太后娘娘谢恩 谢太后娘娘 对小婉的救命之恩呢 小婉 你不怨恨皇后娘吗 要说一点都没怨恨 那是假的 可是太后娘娘 是皇上的亲额娘啊 小婉不想怨恨太后娘娘 小婉 你真是让朕感动 朕的小婉不愧是冰雪聪明 朕一直在想 皇娘她 朕的没有责打你的意思 只是一场意外 所以朕希望你不要怨皇娘 好吧 皇上 什么都别说了 赶快去慈宁宫 给太后娘娘挺安吧 只有皇上和太后娘娘 和睦相处 这才是最最重要的事啊 皇上 皇上那些女人 个个都是狠辣之辈 尤其那个蓝贵妃 比毒蛇还毒 可可 皇上一定会惩治她们的 一定会的 这些走了 你好好休息 嗯 英格 我 这走了 黄老娘 刚才儿子听了奏宝之后 一时心中烦闷 所以就没有及时 到慈宁宫这里 来给皇老娘请安 是小婉 支出了儿子的过失 她还有儿子带她 向皇老娘谢恩 这个董小婉 还算颇有心胸 这件事情 都是灵珠的过错 朕一定不会轻饶灵珠 若不是皇老娘 您及时派金太医过去探视 估计小婉 就死在她手里了 灵珠肯定有大过 索尔纳恐怕也要负些责任 额娘提醒皇帝一句 皇帝一定要好好听听 他们的解释 别急着急于严厉的处罚 尤其是兰贵妃 还涉及到正亲王一家 皇帝要明断明审 妥善处置 皇娘放心 儿子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儿子会秉公处理的 皇帝对额娘 同意几位嫔妃去南院的事 一定心存芥蒂 额娘承认 额娘对索尔纳和灵珠说过 如果董小婉自愿出宫的话 不妨让她留个信条给皇帝 妥善平息宫中的风波 额娘没想到 灵珠竟然对董小婉动行 额娘知道之后 立刻就令金太医去探视 皇后娘 这就是兰贵妃他们滥用您的旨意 行个人之私 皇后娘让小婉出宫的心情 儿子很难理解 儿子希望小婉经过这次折磨之后 皇后娘您能真心同意 小婉留在宫中 儿子也一定会遵守 与皇后娘的三条约定 好 好 额娘听说皇帝 亲手射杀了一只猛虎 真是可喜可贺 同行的大臣们都钦佩不已 皇后娘 这临终的猛虎不足未居 倒是这朝中的一些大臣 比猛虎更厉害 就拿如何承治灵书这件事情来说吧 都要皇额娘亲自嘱咐儿子 便可足见 这朝中大臣 比猛虎更甚 冰珠 这朝中大臣 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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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 林珠 黄欧娘并没有下旨 让你到南院去动刑打 跟朕说说 你何来如此大的胆量 敢去刑罚朕最爱的女人 皇上 臣妾怎么会有那胆子 臣妾也没有那权利 即便臣妾有这权利 臣妾也不会对皇上所爱的人动刑啊 臣妾 那是在替皇后娘娘办事 皇后娘娘有口语传给臣妾 让臣妾一定要责打董小婉 让她知道宫中的厉害 自己离开皇宫 皇后娘娘的口语 是通过贤妃传的 这些整件事情 都是皇后娘娘亲自安排和指挥的 皇上因为疼爱臣妾有加 皇后娘娘一直对臣妾心怀记恨 倘若这一次 臣妾没有照着皇后娘娘的旨意去办 一旦皇后娘娘恢复了肩表 臣妾一定会被置于死地的 索尔娜她为何要这么做 你跟朕解释解释 皇后娘娘对皇上带董小婉入宫之事 非常的愤怒 说皇上任性胡来 皇后娘娘还表示 要不是因为她被停了肩表 她一定会亲自去解解董小婉的事 必将她赶出宫去 可是皇后娘娘已经被停了肩表 所以只能让臣妾出面办妥此事 皇后娘娘还说了 皇后娘也支持这件事 也希望董小婉能够尽快出宫 她说皇上根本就不会责罚我们 最多也就是不了了之 朕不会责罚你 朕只能不了了之 明珠 如若你说的是真的 索尔娜就别想恢复她的忠公肩表 若你假借旨意想要陷害皇后 你知道该当何罪 朕会将你打入冷宫 让你永无出头之事 皇上 倘若臣妾假借旨意陷害皇后娘娘 那臣妾也不用去冷宫给皇上添赌了 臣妾愿服赌酒自尽 好 好 你嘴硬 所有那的嘴够 朕倒要看看 你看她到底谁最有 看一看 你跟索尔娜 到底谁更该被打入冷宫 喝下这杯毒酒 英格 奴才在 你现在去把索尔娜和贤妃给朕叫来 朕要让他们当面对峙 撤 等等 把刘光才也带来 刘光才熟悉后宫的情形 神爱也有经验 朕要先分别审问他们 然后再让他们当面对峙 撤 把刘光 下来 你 看 我 有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提升你为答应 让你也走回珠子 奴婢叩谢皇后娘娘 不过 你要是不小心 说错了一句话或一个字 你这条小命可就没了 听明白了吧 娘娘放心 奴婢绝不会说错一个字的 这个灵珠 她是想将本宫也装进去 让本宫不可恢复中宫监表 甚至是想让皇上废了本宫的后卫 灵珠啊灵珠 只可惜啊 本宫早已看穿了你的恶毒的心思 本宫给你下的这个套 你永远都甭想解开 你完蛋了 皇上定会将你打入冷宫 将你囚禁在他生不如死的冷宫里 只求一杯毒酒 解脱苦海 皇上 臣妾跪了好久 跪得好难受 可不可以让臣妾坐坐 你也知道 跪着不舒服 你也知道坐着才舒服 你在南院让小婉占了如此之久 你下令 毒打小婉和寇寇的时候 还有在一受伤的小婉身上 破热一桶冰水的时候 你可有想过 他们难不难受 皇上 臣妾已经说了 臣妾只是遵照皇后娘娘的旨意办事 皇后娘娘说 一定要赶在皇上回宫以前 把董萧婉逐出宫去 就算索尔娜对你有口语 你不会不答应他们 有阵在可能把你怎么样 你就是仗着你娘家的权势 才敢在这儿如此张狂骄横 皇上 臣妾哪里有仰仗娘家权势啊 要说娘家 臣妾是吃了娘家的亏才对啊 皇上不喜欢臣妾的堂兄 捡亲王 朝亲上下 人人皆知 皇上 皇上喜欢臣妾 无非是喜欢臣妾的一点点才情 跟臣妾有话可说 倘若臣妾的额娘 不是郑王爷的妹妹 没准皇上 还会更疼爱臣妾一些 臣妾好冤枉 好了 别哭了 你 朕刚才说明仰仗娘家的权势 并非事情 朕之前很喜欢你 那是因为 你确实比其他的嫔妃 更聪慧 更有才情 也正是因为如此 你做出这样的事情 令朕吃惊 令朕心痛 皇上 臣妾跪得实在难受 你 而且臣妾还有极其重要的话 要对皇上讲 可不可以让臣妾 作业说呀 这个朕想听听 起来吧 谢皇上 皇上 皇上今晚 必定会连夜审问皇后娘娘 还有兰贵妃等人 这后宫 必定紧张热闹至极 我看这皇后娘娘的凤位 怕是保不住了 皇后娘娘被废 主子的妃位 没准能生一个呢 这个心不想那么多 慢慢来吧 一进宫便出这么大的事 也不知道是福是祸 若是兰贵妃 也能受到点什么惩罚 那倒是挺让人舒心的 对了 主子在慈宁宫 挨了太后娘娘的训 似乎并不害怕 本宫不怕呀 本宫有皇上撑腰 再说皇后娘也觉得我没心没肺的 虽然是训了几句 但是 她还是很疼我 云儿 你现在就去派人备教 我现在就去看董小婉 主子真的要去看董小婉 您想好了吗 太后娘娘她会 云儿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患难见真情啊 本宫这次 也是豁出去了 索尔纳被听尖表你不知道 她还有什么权利指使你去打人 你不要把一切都推给索尔纳 朕凭什么就相信你说的 皇上一定要相信臣妾 倘若臣妾有半句假话 天打雷劈 皇上一旦恢复了皇后娘娘的中宫尖表 我们会看到 皇后娘娘会更猖狂 恐怕会做出更出格的事 所以臣妾决定 冒着惹怒皇上的危险 还是要将皇后娘娘揭露出来 让她的险恶用心 无法实现 皇后娘娘的险恶用心 你这话好重啊 索尔纳急于恢复尖表的先情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你快告诉朕 索尔纳究竟有什么险恶用心 皇后唆使威逼臣妾 让臣妾出面责打董小婉 目的 是为了让皇上 将臣妾打入冷宫置于死地 这个索尔纳实在是太可怕了 母仪天下 简直就是笑话 皇上 臣妾本来 也不希望去责打那董小婉 是迫于无奈才有此举 委屈了小婉姑娘 臣妾愿意受皇上任何责罚 你的解释听起来颇有道理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那索尔纳 就别想恢复她的忠公肩表 不过 朕希望你能够说真话 不然 那可是欺君之罪 皇上 臣妾对皇上忠心耿耿 绝对没有丝毫的欺瞒哄骗 这次臣妾去南苑教训董小婉 也是为了与董小婉演一场苦肉计 臣妾有另一个目的 是为了让皇上心爱的女人 可以留在宫中 与皇上永远地相爱相守 与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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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朕不相信你说的话 你必须跟朕解释清楚 到底何为苦肉之计 朕不相信 姐姐 妹妹是怕你担心 妹妹受罚的事情 所以特地来让姐姐看看 如今 皇上正在审问 加害姐姐的人 妹妹也想同姐姐 一同高兴高兴 看妹妹这脸上 是伤得不轻啊 太后娘娘 一定是怒发天威 责罚妹妹了吧 皇娘 她的确是怒发天威 令妹妹自己 打了好几个耳光 皇娘还说 以后 都不让妹妹 再和姐姐来往了 既然太后娘娘 下了这样的旨意 那妹妹何必要 冒犯天威来看姐姐 妹妹快回去吧 千万不要再让自己 惹祸上身了 姐姐 妹妹昨天晚上 想了一宿 妹妹决定 在这个时候 要和皇上 还有姐姐 同心同德 姐姐 你说你这么好的人 妹妹若是不亲近你 那我还要亲近谁呢 妹妹相信 总有一日 皇娘 她一定会接纳姐姐的 到了那个时候 皇娘 皇娘也一定会原谅妹妹了 灵主 若你真是这么想 朕平日里就没白躺你 照你的意思是说 你这次 遵从索尔纳的旨意 折打董小婉 意在激起小婉的反抗之心 坚定地留在皇宫里 你的苦肉之计 是这个意思吗 皇上圣明 臣妾就是这个意思 皇额娘 当时跟臣妾和皇后说过 这个董小婉 有很明确的强烈 要出宫的意愿 倘若臣妾 只是用言语刺激 那董小婉 不就出宫去了吗 事实上 那日在南院 董小婉已经说了 她压根就不想待在宫里 这个 在场的仲妃 都听见了 灵主是仲妃中最聪慧 最有才情之人 她娘家 又颇有权势 若她真是如此想法 对董小婉在宫中的处境 要是大有好处 皇上不信臣妾的话 其实臣妾这么做 也是出于一个明确的判断 皇上对董小婉 爱之极深 皇上是绝对不会愿意 董小婉出宫的 所以臣妾决定 帮助董小婉留下来 共同侍奉皇上 兰桂妃 你不怕小婉抢了你的恩宠 你不会妒忌她吗 怕 臣妾怕 说不怕不嫉妒 那是假的 可是臣妾 岂敢毒辣皇上恩宠 皇上终日为国事操劳 日理万机 贫妃又少 臣妾 若连这点度量都没有 那岂不是白兽皇上恩宠 白兽皇上教诲了吗 不过臣妾希望 这种局面 能够在暗中进行 臣妾内心中这些真实的小心思 切不可让皇额娘知道 否则 臣妾在皇额娘那里 又得哀训难做人了 好 说得好 蓝贵妃 你果然聪慧 你能有如此大的胸怀 朕 真是倍感欣慰 皇上 臣妾还有一句话 要对皇上说 想留下小婉 最重要还要看皇额娘 董小婉这次的皮肉之苦 皇额娘也会歉疚 这对皇上留下小婉 也有好处 这也是你的苦肉计之一吗 并且你们解决一直断 如果柔瞎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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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妾告退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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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